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跑 终于天罕 三十六师 别再跑了 跑来跑去的累不累 废话成说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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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江子洋 你可真笨哪 我才说了两句话 你就不知所措了 我告诉你 我可比你聪明千倍万倍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原始天尊这么偏心你 不偏心我呢 啊 告诉你江子洋 以后再碰到我 可别再手下留情了 走 走 赵帝 怎么了 刚才那个小鹿好恐怖啊 他像一个 他像一个 这样 这样 像什么啊 他 他刚才明明 你 这次多亏你了 救了我们一命 他刚才明明是一个那个 我头发怎么这么乱啊 师母 他不 他不就是一只小鹿嘛 您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 您看看他 多为什么多怪巧啊 不是不是不是 他刚才明明就是一个大怪兽来着 而且我在他背上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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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爹 怎么了 来 赶紧把他带回去好好歇息一下 来 五金 来 慢点 来 大姐 大王他醒了 你感觉怎么样 姑娘这是怎么了 大王你忘了 你从摘心楼上摔了下去 那我的头 我的身体 怎么会没事呢 大王 您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怎么会没有事呢 您啊 都昏迷好久了 好久 可是 我的身体 不觉得有事啊 是因为大姐她 用她的灵丹妙药把大王救活了 嗯 难怪姑不但觉得身体没事 反倒是觉得身体舒畅 比以前更有精神了 大王 你没事就好 多亏了美人 如果不是因为美人的灵丹妙药 姑恐怕 大王 大王 不许你胡说 大王 你会长命百岁的 好 姑不说 姑不说 嗯 对了 风飞与飞 你们两个 不是在前线打仗吗 前线战控如何 鬼大王 鬼大王 国师和四圣 已经将敌人击退 西齐现在 正挂着免战牌呢 真的 嗯 是啊 四圣他们的混元珠 还有 做齐规模无比 西齐的人 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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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大王 国师神功报求见 国师不是应该在前线打仗的吗 怎么回来了 快学 诺 公报参见大王和三位娘娘 国师免礼 谢大王 国师啊 你不是在前线指挥打仗吗 怎么回来了 这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呢 大姐 四圣已经战败 被江子妖他们擒住了 什么 大王的身体才刚刚康复 我看绝对不能动气 这样 先别把这件事情告诉大王 大王 国师担心你的龙体 所以回来看看你 但是 又怕大王会怪罪于他 所以不敢说呀 国师担心姑的身体 这何罪之有啊 你看 姑这不是没事了吗 国师不必担心 大王鸿福齐天 对了 国师前线的战况如何 回大王 四圣他们越战越勇 我相信过不了多久 就能攻下西齐了 好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好 好啊 你们这些卑鄙小人快放了我们 快把我们放了 油大量的话就松绑 再和我们一决高加 别以为我们四兄弟会贪生怕死 大不了就把我们给杀了 四圣乃是画外高人 为什么要卷入这场俗世纷争呢 江子牙杀了我们的徒弟 我们要找江子牙报仇 没错 这样绑着我们算什么正日君子 快把我们放开 侯爷 把四圣绑着 也算是我们无礼 请侯爷下令把他们都给放了 师叔 这可不行 他们四个人脾气这么臭 如果把他们放了 他们一定会逃跑的 就是 绝对不能放他们四个跑掉 丞相这么说 一定有他的道理 我想 咱们就听丞相的吧 来人 在 快快送吧 诺 四圣 今天我说 我知道你们 是想替自己的徒儿报仇 但是当天 我们杀害你们的徒儿 也是迫不得已 当时 他们在御风山上 把所有的山民都杀光了 而且 还将他们裹赴 难道这一切 就是你们所教导的吗 这不可能 我们的徒儿 怎么会吃人呢 我们只知道 你们为了抢七桥玲珑果 就杀了我们三个徒儿 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话 要是你们不相信的话 可以问问你们的徒弟心环 他绝对是知道真相的 咱们四个在收他们之前 他们在黄花山一带 确实施过不少人 还是因为我们要替天行道 才与他们结下师徒之缘 你这么一说 我倒想起来了 当时他们四个被我们活捉之后 曾发誓要拜我们为师 就再也不吃人了 对 他们还说 如果再吃人的话 就不得好死 这 的确有这样的事 可是 可是他们怎么现在还要吃人呢 都是我们教徒无方 才让他们种下死祸根 四圣不必自责 乃是因为他们有孽障 才会遭到如此的报应 可是四圣你们不一样 你们一直在九龙岛潜心修炼 从来都不过问世俗的纷争 所以并没有孽障 再说 产教和结教师出同文 我跟你们也算是同门道友 所以请听子牙一句劝 即位 回到九龙岛 好好地潜心修炼 不要再过问世俗的事了 我相信以后 再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多谢丞相欠说 我们四个决心回九龙岛修炼 从此不再参与俗世纷争 那个心环还在岛上疗伤 回去后 我们得好好教训他 那我们就此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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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四个决心 不是有那四大座齐和你的黑豹吗 大姐 本来我和四圣呢 已经将江子牙等人制服了 没想到半路出现了一只小鹿 在江子牙的面前 幻化成一只神兽 而且还成了江子牙的座齐 最为奇怪的是 那四圣的四只座齐 看到江子牙的神兽之后 变得温柔而不反抗 所以我们才会败啊 现在连四圣都被打败了 还被他们抓走了 还好我那黑豹的原神是黑龙 要不然的话 我也免不了被抓 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啊 是 可恶 知道那怪物是什么来历吗 听江子牙说 他是一只拥有 龙之威 虎之马 狗之中 鹿之灵的神兽 叫 叫四不相 四不相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西齐 到时候见机行事 救出四圣 好 走 走 妈 三位师兄 这次我们真的是错怪西齐了 是啊 本来我们一直都在九龙岛清修 不问世事 可是现在居然一同出岛 参与到俗世纷争里了 是啊 我们都忘了师父对我们的教诲了 这次要是要铲教其他同门知道 肯定会笑话我们的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不是已经知错了吗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都不能 随便地出道 还是江子牙说得对 我们本来是同一师祖 铲教结教也算是一家 可千万不要引起不必要的纷争啊 四圣请留步 请丞相 你怎么在这儿 没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 为什么刚才你们的坐骑 会那么害怕四不相 这 原来那四不相是万寿之王 所以我们的坐骑 一见到他就只有臣府 那你们以后要怎么安排 既然丞相和侯爷放了我们 我们兄弟决心回九龙岛前行修炼 不再过问世事 那 昭哥那边 要怎么交代呢 哎呀 没什么好交代的 那些都是世俗之士 我们从此不再参与 况且我们那四个不争气的徒儿 也先犯了杀业在先 也算是造了自己的报应吧 而且 产教与结教本就是一家 这次我们几个险些闯下大祸 差点造成产教和结教结怨 还好 总算没有引起轩然大波 这事 子牙明白了 子牙恭送四圣 啊 告证 告证 末蒜 闹 provincial 噢 微 сь 啊 没 鬼 碧 快 Japon 我 大哥 大姐 你怎么把四生给杀了 不为我所厉 留着他们有什么用 可是大姐 似圣死了 我们怎么向文太师交代 所以我让你见到他说 是江子牙杀的 博师敬见 师啊 博师不久之前 刚跟古禀报了 西齐兵马高挂了免战牌之事 今天这么快就回来了 想必有什么好结果 是吧 宣 快宣 部队 西齐刚挂出免战牌没几天 江子牙必定还有什么计谋未出 国师怎么能这么快就开宣而归呢 难道是出什么事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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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实 到底张康如何 赶紧向大王禀报啊 是啊 果实 你有什么好消息 快给我们说来听听 是啊 果实 是不是打了胜仗 故意跟我们卖个关子 你就说出来吧 大王 还是 公报惭愧啊 那江子崖挂出的免战牌 其实是个幌子 以此蒙蔽了我们 而且那个江子崖 还去了万魔窟 夺走了姓黄旗 用那姓黄旗破了混元阵 并且还收走了 四圣的混元珠 怎么会这样 那后来呢 圣公报 就算是江子崖 拔了姓黄旗 破了混元阵 可是那四圣的座旗 非常厉害 难道四圣 他们没有使用座旗吗 启禀大王 那四圣 确实使用了他们的座旗 但是 那江子崖 却收走了四部相 你说什么 江子崖得了四部相 太师 应该知道那个四部相的来历吧 没错啊 没错啊 这四部相是极 龙之威 虎之勇 狗之忠 鹿之鳞 为一身的百兽之王 此兽是百兽之手啊 天下任何神兽见了他都会拂首称臣的 这就对了 大王 混元朱不仅被江子崖所收了 那四部相也把四个座旗给收走了 江子崖还抓走了那四圣 你说什么 江子崖抓了四圣 那江子崖对他们怎么样了 没错 江子崖抓了四圣 而且残忍地杀害了四圣 这 太师 江子崖杀了四圣 那我军呢 大王 公保无能 我军损失惨重 请大王定罪 怎么会这样呢 太师 是 我的四位兄长 一直在九龙岛苦苦修炼 从来不问世事 是我文重将他们请出 前来我昭歌助战 想不到他们竟然 战死在沙场 是我文重害了他们哪 文重如何向师尊交代啊 什么吧 你身为三军的统帅 居然 调兵不周 使得四圣血染沙场 你 还有脸回昭歌吗 这如果 握不回来 谁 把这个消息禀告大王呢 再说了 这江子崖的姓黄姓 并 并不在我的意料之中的 那四圣除了法宝 和那四个座旗之外 其实他们的法力很平庸 他们根本不是江子崖的对手啊 你 启禀大王 神功报 神功报 身为三军统帅 调兵不周 使得四圣血染沙场 将士受损 此乃是元帅之责呀 大王 老臣恳请大王下旨 将那神功报 指以死罪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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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虽然也渡周之处 戴上那江子崖 规计多端 一直用计谋来算计我们 请大王开恩哪 你还敢狡辩 身为主帅 首先应该身陷士族 而你却苟且偷生 你还有脸向大王求情吗 这个太师啊 这个消消气 消消气啊 都是一家人 咱们 咱也别伤了和气 是不是啊 是啊太师 你看 这江子崖 诡计多端 不好对衣服啊 那摩家四将 不都也栽在他手上了吗 是 神功报 像你这种无忧之将 是 留你何用 今日 文仲 杀了你 用你的头 祭奠我那四位师兄 还有我昭哥 枕王的士兵 救命 救命啊 是 救命 救命啊 救命 娘娘驾到 救命啊 娘娘驾到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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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 娘娘千岁 平身 听说国师回来了 过来看看战况如何呀 四圣被杀我军溃败 太师正在责怪他 娘娘 国师挂帅是娘娘亲典 可是可是他领兵不周 致使那四圣战死在沙场 而他弃尸一人而逃 娘娘大王老臣恳请 娘娘大王致深宫报死罪 娘娘 娘娘开恩呐娘娘 太师说得没错 国师却有不周之罪 可太师不要忘了 你可身为都军呢 这 对 太师 姑命你为都军 你可又好好都战 回禀大王 老臣这个都军是都而不军哪 没有任何调兵陈将之权利 老臣几次向深宫报申请 前去战场 可是他三番五次地拦阻老臣 所以 国师固然有罪 可太师身为都军 也不能完全脱卸责任呢 若要定罪 臣妾认为 应该两个一起定罪 娘娘 臣愿意认罪 好 只要是 娘娘和大王 只深宫报死罪 老臣愿意领罪 美儿啊 太师是不罪为以重的大臣 这 太师严重了 太师德高望重 是我朝的栋梁 怎么能定太师的罪呢 想那江子鸭 善用技能 法力又不低 原本以为 四圣定能胜过江子鸭 哎 却不曾想 四圣居然会惨败 大王 我看不如 让国师代罪立功 四圣已死 其师尊必然大怒 太师何不将事情一五一十 禀告了通天教主 请教主派来能人一事 帮助我商汤 不知可行 太师啊 你的师兄弟被杀 相信你的师尊尚未得知 孤道是觉得 娘娘说得很有道理 必不如回师门一趟 看能不能找一些能人义士 来帮助孤王 回名大王 不是老臣不愿领命 只是我师尊曾经教会我教 所有弟子 不允许管人之间所有的纷争 老臣现为昭歌的太师 实属特例呀 再说 我那四位师兄战死在沙场 老臣有何颜面 去见我那师尊呢 文太师 下官如果没有听错的话 您刚刚的意思是说 我们与西齐的战事 影响到了你们结教 所以现在即便 周哥面临劫难 您也不愿意再麻烦他们 是吧 是啊 太师 还是说我们商汤的基业 根本就不值一提 还不值得你去搬救兵吗 住口 周哥上下 正是因为以这两名奸佞之臣 才使得我朝廷之中乌烟瘴气 二位大人切勿胡说 文太师乃我朝元老 更是长盛的元帅 他这么说 想必真的为难 二位大人切勿胡言 是 娘娘 太师切勿生气 本宫理解你的难处 大王 事已至此 我们就不要再为难太师了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国师的错 不如就让国师戴罪立功 前去一趟毕游宫 将此事禀告通天教主定夺 圣公报 估命你前往毕游宫一行 请得先人来帮助昭歌 记住 此行只许成 不许拜 否则的话 大王 臣谢大王不杀之恩 愿意接受重任将功补过 博师 博师 在 若请先人相助 切勿忘了 戴上心怀 是 成 礼命 大师 一看这件事情 估如此处理可好啊 回禀大王 老臣 一切听从大王调遣 只要国师请来了先人帮助 我们必定可以战胜西齐 如果这次国师 真的请了我教的师兄弟 前来助阵 老臣愿意受命 挂帅出征 再战西齐 好 好 太师饱刀不老 准奏 这又是怎么了 这大好的天气 他怎么打了那么多刀的雷啊 大王 看看这 这刚才啊 太师 刚一说 要领兵出征西齐 马上出现青天霹雳啊 这个恐怕又不祥之兆啊 放肆 大堂之上 请容你们两个人胡言乱语 太师 我这哪里是胡言乱语啊 是啊 我们这可是 有谷至今考证的不祥之兆 请大王放心 老臣文重 今天在我朝堂之上 向苍天发誓 此次再战西齐 必然得胜 否则 老臣愿意搭上自己的性命 好 好 好 太师这句话 就放心了 好 好 太师这句话 我们就放心了 好 文太师听命 老臣在 姑命已为元帅 代国师请先人相助 便率昭歌大军 并发西齐 臣遵旨 秦婉 师父说的话 你要谨记在心里 切记 不要离开金敖岛 参与任何世间的纷争 弟子遵命 师父交代的事情 弟子回到金敖岛 一定转告 师尊 玉絮门人身宫抱求见 此人 已背叛师门 所以 素来与本教没有任何瓜葛 你让他走吧 诺 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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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公报 拜见师叔 你好大的胆子 没有我师父的召见 竟然擅闯碧游宫 秦婉 不得无礼 神公报 你来我碧游宫 所为何事啊 公报师下 请师叔为我做主啊 你让本座 做什么主啊 我的师兄江子牙 竟然联合 叛贼鸡仓 想推翻殷商天下 九龙岛的四位道友 想去和江子牙评理 没想到 此生他们怎么了 他们 他们将力不成 反被江子牙杀害 不可能 我那四位师兄法力高强 而且有开天逼地的混援珠 还有坐骑护法 岂是说杀就杀 公报所言句句数十 而且江子牙 不仅杀害了四位道兄 就连四胜的四个徒弟也杀害了 还好新环命大 才 才逃过一劫呀 那新环他人呢 就在门外 传他进来 诺 师尊 新环已带到 新环参见师祖 新环 诺尊 我知道 你是四胜的徒弟 今天我们初次相见 本座问你的话 你要如实回答 屠尊 不敢有半句假话 好 那我问你 我的四个徒儿 是江子牙所杀的吗 是的 是你亲眼所见 这 这 这我也是听师叔所说 我才知道的 这么说 是口说无凭了 是吗 师叔 那四胜 惨遭江子牙杀害的时候 公报 正巧看见 因为公报 怕江子牙杀人灭狗 所以 才没有出手相助 但是师叔 江子牙所有的罪行 都被我记录下来了 师叔请看 师父 师父 师祖 徒孙可见您 替我四位死去的师父报仇 江子牙这个匹夫 我这就去杀了他 为师兄报仇 秦婉 师父 殷商天下 气数已尽 江子牙顺应民意 辅佐圣主 本座 早就立下规矩 不允许自己的门徒 参与任何的世间纷争 否则 将会招来杀身之祸 入那封神榜中 他们四个 就是不听为师的话 所以 此事怪不得江子牙 可是师父 您没看到江子牙 用了那么多卑鄙的手段 害死了四位师兄吗 这算哪门子的顺应天意 秦婉 难道师父的话 你也不听了吗 师叔有所不知啊 早在玉须宫的时候 江子牙就精于算计 他还挑拨我和师父之间的关系 现在又公然挑拨结教中人 他这样做 是明明不把结教的人 放在眼里 像他这种人可恶至极 像他这种人早就应该 住口 沈公报 我知道 你是禅教的叛徒 今天 你是报我四个徒儿的死讯 所以 我就不整治于你 但是 你别想挑拨我两教之间的关系 师叔 难道 你还想让我反悔吗 公报告退 师父 师父 秦婉 你回到九龙岛好好修行吧 不要再想着为你师父报仇 你去吧 杜孙明白 师父 那弟子告退 好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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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意师祖他也不肯帮忙 我们该怎么办呢 没想到他这么没骨气 连自己的徒弟惨遭杀害 都置之不理 还说什么 这个事情不怪江自雅 太让人生气了 沈公报 这是四圣惨遭毒手 回昭歌去 怎么向文太师交代啊 文太师 你说的文太师 可是文仲师兄 正是他老人家 那这么说来 四位师兄出岛 也是为了帮助文仲了 没错 文太师知道四圣惨遭江子雅毒手 伤心欲绝 本来文太师 想和我前来向师叔哭诉的 没想到他因伤心难过 我闯不起 所以就由我和新桓 向师叔求救 但是没想到 师叔竟然不肯帮忙了 台湾 繁星天天 恍惚多少年间 风吹阳流花绪漫天 红缚绿迹 刻下两段沉眠 回望天使辗转相恋 回忆失调长线 盘旋无几千遍 再度浮现眼前 你的承诺死不见 暗恋花绊蔓延 今生是否辩解 用尽全力抓紧 忧虑的明天 回忆失调长线 盘旋无几千遍 再度浮现眼前 你的承诺死不见 暗恋花绊蔓延 今生是否辩解 用尽全力抓紧 忧虑的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